地板都磨出了红色的鞋底 全身肌肉出力 毛青筋整张脸都涨红 缓步向前 几乎整个人都在发抖 因为他要靠自身力量 拉动这一辆十顿卡车 来点尖叫声 将货车拖到终点 整整二十五公尺 谁是大力士 不止男生 连女孩子都来挑战 加油加油加油 四十一岁挑战者 女健身教练下盘有力 轻松拖动五点五顿小巴士 获得在场如雷掌声 大力士三关挑战 还得徒手扳起五百公斤重的 大型轮胎 为他的车角滑轮 艳阳之下实在分不出 是汗水还是泪水 女选手展现超强实力 咬牙出力 但最艰难的还在后头 还只有一颗出一颗四十五方 将二十五公斤沙包 抛丢越过三点五公尺高的横杠 是不少参赛者心中魔王关卡 不只靠蛮力还得靠技巧 我抓不太到丢沙袋的技巧性 对 那个是需要慢慢跟沙袋 做配合 然后去磨合你跟他的默契 男投举办这场大力士比赛 一百五十名参赛选手 有男有女 展现平日的健身成果 奖项总金额超过十万 力大无穷 连货车都能拉得动 也让人大开眼界 记得这么小王军杰 由彭心 南投报道 我是哈远怡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 两千三百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怡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